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王一博,风起洛阳,大结局 五四月遗憾,百里红一腾的太窒息 风起洛阳,收官了,结局有些平淡 没有霹里啪啦的大场面 也没有畅快淋漓地抓大雨 只是平和地叙述了所有人的结局 感觉有一点没有爽出来 但这个结局不能细想 就像炖刀子割肉,越想越痛 遗憾的五四月 阿月忠心守护神都,结果刚谈上恋爱 哥哥就要造反,然后他人就没了 不过,就算他没有死在剑下 单凭他兄长做的这些事 后半生也会被监禁甚至杀头 死在最好的年华,爱人在侧 只能说遗憾 百里红一实在是太疼了 阿爷百里严死后 百里红一才发现阿爷从未骗过他 原来每一句都是真的 但当时他只知道跟阿爷大耍活驴 后来百里红一明白了很多事 可是阿爷已经不在了 然后他又误解了大哥宽人 寒家仓被炸之后 百里宽人收拾好自己 穿上百里家儿子惯常的衣服 和百里红一打扮很像 意气风发地回了百里家 百里宽人直接来到红一的卧室 像哄孩子似的对红一说话 但他是春秋道的掌春使 申飞刚刚死在他们手上 阿爷百里严也是春秋道害死的 百里红一对这个大哥充满戒备 每一句话都在对他 宽人对着坐在地上的弟弟说 二郎 见了兄长连一句问候都没有啊 宽人说 神道的人都称呼我为掌春使 不过你应该称呼我为宽人兄长 宽人说 你是我的右弟啊 宽人说 你在跟我赌气啊 二郎 你真不认兄长了 百里红一问 你为何要杀阿爷 为何不把我也杀了 这时宽人伸手想摸弟弟的头 当时看剧时以为这个掌春使有什么计划 后来发现他真的只是回来看看弟弟 因为他的死 就是下一步计划 百里宽人对弟弟的爱 在百里红一去探监时更加明显 红一去牢里探视他 宽人的第一句话说 你不该来的呀 宽人不是不想见红一 只是更担心他被连累 回家 也只是想死之前 再见这个又第一次 宽人笑着回忆两人一起读书的情景 但红一很怕这个春秋道 宽人曾罔顾春秋道害死父亲 但当他们去杀红一时 却偷偷出手了 那一次也是宽人在春秋道 多年第一次露马脚 很多人因此以为他是卧底 其实他只是一个哥哥 也许宽人心胸不宽 因为自己身体缺陷 不能入朝为官而耿耿于怀 但他从未嫉妒过这个 被祖父和父亲疼爱弟弟 但当时的红一被春秋道吓猛了 对着兄长又耍了一次活驴 就算宽人对不起全世界 但他也是真的爱红一 站在百里红一的角度 他真是太痛了 据到了最后 百里红一过得越来越压抑 整日在房间里不出门 七娘说大伯的事 他心里不好受 这时红一应该明白了 大哥那次回来是看他 所以词官离开神都也可以理解 在神都 他失去了所有深爱他的亲人 而且自己一次一次后知后觉 百里红一说不会再回来 但失去爱人的高炳竹却说 他要为阿月继续守护神都 也要继续寻找阿谭 红一想想说 也许过段时间我就回来了 可能他不想高炳竹太孤单 五四月和百里红一都很惨 那就再说一个有好玩的细节 百里宽人把祖父百里虎的手稿 给了天通道人 让他研制俯火雷霆 被太子听闻有道人炼丹 还以为是吃的 去求了先方 回去以后差点把东宫烧了 还被圣人拉去训斥 房子炸了恰恰说明 太子炼制方向对了 其实太子才是第一个 制出俯火雷霆的人 百里红一制作时 把炉子放在了院子里 还是在池塘边 他不愧是百里家的人 一部分方法刻在基因里了 百里红一和柳七娘制出了烟花 方向也对了 只有天通道人 研究多年一事无成 最后还是百里红一 无意间帮他制出来 这老道啥也不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